存在感西部的国家 虽然他们有将近3000万的人口和52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但是在很多领域中 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也门这两个字 很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存在 而也门唯一一个能吸引大家眼球世界 就是自在的战乱 不得不说这是个悲哀 叙利亚有战乱 但是人家的族修队能让叙利亚登上国内新闻的头条 乌克兰也有战乱 但是乌克兰的美女能让全世界人都知道这个 东欧国度 而也门似乎除了战乱和卡特叶 啥都没有 更要命的是 在我们看来 也门的状况极其糟糕 也门的未来也可谓暗无天日 而这一悲剧背后的一切 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也门往事 一般只要是中东地区的国家 文明古国多少都能卡边 也门也不例外 这个国家虽然在历史上存在感几乎没有 但是文明确实优远的很 号称上下三千年 在遥远的古代 他们从属于埃塞俄比亚文明 士巴王国阿克苏姆之邦的人 都当过也门的宗主国 在阿拉伯大征服时代 也门各部就曾积极参与 之后 也门被阿拉伯帝国掌控 再往后是奥斯曼帝国 但是就是在这时候也门出现了分裂 即使是强大的奥斯曼帝国 对于遥远的也门也是边长莫及 帝国虽然一度掌控整个也门 但是在各方世界的冲击下 奥斯曼帝国放弃了南也门 这样南北也门的事实就出现了 到了1839年 英国人开始了对也门的殖民 老帝国主义了 他们的眼光非常刁断 第一个目标就是也门的重要港口 亚丁 亚丁这个地方 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 可谓鸡累 但是对于英国来说 那绝对是重中之重 来自东方 尤其是印度的货物 可以在亚丁港中转 之后前往苏伊士尼河 可谓是东西方海运的关键节点 英国那是绝对中事 当然 这里还得说一句题外话 亚丁港的崛起 导致了附近摩卡港的陌路 这个摩卡港可能大家都没听说过 但是得名于此的摩卡咖啡 大家绝对都喝过 也是在英国的折腾下 奥斯曼帝国 之一之一了 北也门也随之独立 此时的情况是 北也门是也门王国 南也门归英国人管 直到1962年 受埃及纳塞尔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启发 北也门爆发了军事政变 皇家卫队司令带头造反 当然 这不是第一次了 这哥们在造反之前就至于推翻封建王朝 而且还因此判刑 我反正想了三天三夜也想不通 为啥这种人能掌控保护国王的卫队 不过结果很明显 稍微不到一年的巴德尔国王被赶下台 军方随即宣布巴德尔已经死于乱军之中 但是很明显巴德尔这老哥不仅没死 而且他表现出了与王国之军完全相反的特质 巴德尔等人在以色列沙特等国的帮助下 组织其保王党军队跟共和军作战 巴德尔深入人民之中 与普通士兵同甘苦共患难 顽强的在野门山区打起了游击 好家伙 但是另一边的野门共和派也是有人的 埃及在背后进行了大力支持 前后派出数万乃至十几万的军事人员进入 也门号称打了一场埃及版的越南战争 不过在这么多大佬下场的情况下 北也门内战也极为荒诞 战争的胜负跟在战场上的人没有任何关系 完全取决于大佬之间的协议 战争也从1962年一直打到1970年 由于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缘故 1967年前后埃及人就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 保王党一路高歌猛进 一度围攻北也门首都萨纳 但是遭遇了共和派装甲部队 总计十辆坦克的顽强足迹 在压上有两架飞机组成的共和派空军的骚扰 围攻并不顺利 而更离谱的是 保王党能围攻萨纳 那是因为埃及人撤军 埃及人撤军是因为跟沙特达成了协议 到了68年 沙特旅行协议 保王党虽然战局上风 但是弹药耗尽 只能接受和平协议 北也门内战就这么结束了 但是这远远不是也门和平的开端 很快1979年 也门内战2.0打醒 这一次不是北也门自己的事了 是也门版南北朝战争 战争起义是北也门的政变 也门总统是个实打实的高危职业 跟也门总统相比 韩国总统 简直安全的不像样子 在咱们刚才说的1967年 埃及人一撤 首任也门总统 也又是那个名字 不会出现在视频中的皇家卫队司令 就被迫前往苏联聊眼 之后他被剥夺一切知误和头衔 这些隔空背叛死刑 很明显这是一次枯爹他 但是这哥们最后是善终的 1981年 也门大赦天下 这老哥回到了故乡 最后于1994年秉逝 所以说他还是相对幸运的 揭起他的埃利亚尼是个有理想的文人 他终结了内战 还要求和南也门建立友好关系 对内他要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加强中央力量 打击部落 要和进一步的阿拉伯国家走在一起 看起来都很好 确实也都很正确 但是你要知道 这可是也门啊 部落人口占全国人口八成以上 在也门总统算个锤子 部落才是一切的主宰 如果你在也门当总统不是为了部落 那对不起 你路走窄了 埃利亚尼不好意思 政变伺候 于是哈姆迪中校登上了总统大位 哈姆迪积极吸取前人们的教训 大全独揽 并且牢牢把握军队 加强自己在各个流域的控制 甚至取消了部落事务部 试图进行有效的地方行政 但是兄弟 这可是也门啊 想造反永远不出盟友 很快 一颗来路不兵的炸弹 就让哈姆迪脑袋搬家 暗杀总统这事 很多国家都有 但是总统被暗杀之后 全国没人敢调查 这可真就是也门特色了 而根据克格勃的解密文档来看 这个不敢查的原因 也很简单 凶手就是后来的北野门总统 加什米和撒利赫 当然 这俩的下场 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这个北野门的政变 怎么就牵扯到了野门的南朝了呢 事情还得从1967年说起 那一年 南野门从英国人的手中独立出来 首任总统是沙比 我没有骂人 但是很快 温和的沙比通知 就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 随后南野门内部分裂 双方刀兵相见最终沙比被软禁 他的亲密战友们被清理 南野门进入萨尔明时代 另一个关键人物 伊斯梅尔任总书记 这个时候开始 南野门旗帜鲜明的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 是阿拉伯世界为数不多的正八景的社会主义国家 也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官方宗教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过土地改革 资源会有化 打土豪 反对帝国主义 南野门一个不少 但是从1974年开始 萨尔明也犯了右倾的错误 他试图与北野门和沙特和解 与苏联渐行渐远 老哥 路走窄了 亲疏派的伊斯梅尔书记 当然是不能忍的 于是他策划了一起 惊天命案 1978年6月24日 北野门总统加史米正期待着南野门特使的到来 因为特使给他带来了一份反叛军官名单 靠着这个名单 他可以大肆清除一击 而当这个所谓的特使进入办公大楼时 一颗炸弹也被瞬间引爆 加史米总统当场被炸成重伤 而与此同时 一串急促的电话铃 加剧了大楼内部的骚动 电话另一头 南野门的领导人 萨尔明正焦急着拨打电话 通知加史米 千万不要回见所谓的特使 然而 为时已晚 毫无疑问 这是伊斯梅尔一派人的阴谋 他们早就调包了特使 把南野门当权者 架在火上烤 两天后 南野门那边也动手了 亲疏的伊斯梅尔书记 果断行动在苏联古巴的支持下 激战大半天占领总统府 将萨尔明当场抓获 随后判处其死刑 并且立即执行 这种情况下 双方的冲突 可以说是不可避免了 也门南北朝的一号人物 都被你杀了个遍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但是不好意思 有苏联人的支持 真的可以在也门 为所欲为 伊斯梅尔书记的南野门 在战争中占尽优势 只是最后碍于各国的调停 不得不结束这场战争 虽然这远远不是 也门和平的开端 但是这带来了 也门短暂的和平和发展世界 南北也门开始一系列合作 北也门更是在 旌旗发展上取得了突破 联系上下文的话 你会感慨 这简直是 也门之光 因为无论是前还是后 也门永远都只有战争 咱们先说南朝 战后的南也门 有了一定发展 但是这不是南也门有多屌 而是苏联的援助带给力 南也门在此期间 效法东德 编定了自己的宪法 教育和医疗的全员免费 也得到推行 至于宗教活动 不好意思 没有任何拨款 这时候在位的 纳希尔·莫罕默德主席 积极吸取千年教训 疯狂扩张自己的实力 尤其是军事实力 而且他反对苏联 没错 他竟然反对苏联 但是纳希尔路 虽然走得有点窄 不过人家是有备而来 起手 纳希尔直接火兵 先下手为强 强杀伊斯梅尔 长一批老同志 之后果断内战 就硬刚 但是毫无疑问 在南也门 苏联是唯一的主宰 纳希尔战败 但是纳希尔还有最后一手 此处不留也 自有留也处 在率领六万追随者 上演了一幕 出也门记 六万人马 北上 投奔北朝去了 这六万人中 就有现在的也门总统 哈迪 而北也门的总统 萨利赫 此时风头正惊 之前咱们说过 八十年代 北也门发展迅速 而萨利赫 更是被人称作 也门之虎 一般来说 外号带龙 一般都是吹 外号中带虎 那都是绝对的恨人 比如日本战国的 北信龙之虎 真田信龙 还有法国的狐狸 菲利二世 而萨利赫 也是如此 他有一句名言 很能说明 他这个人的本质 他说 管理也门就像在舌头上跳舞 好家伙 人家是鸡蛋 你这是舌头 虽然有点夸张 但是仔细品品 还真就是那么回事 所以为了不被舌反噬 萨利赫 可谓是做足了功夫 也门不如我掌控一切 没问题 我萨利赫 拉一派打一派 稳住最大的哈希德部落同盟 打压各路势力 维持一个平衡 也门不是爱搞 枯叠踏和暗杀吗 我萨利赫 组建御林军共和国卫队 儿子兄弟侄子担任指挥官 并且家人们全面掌握国家军事机器 老子倒要看看 谁敢造反 对外 萨利赫与沙特和美国保持友好 并且在81年搞了个大赦天下 尽量争取各界的支持 就在这种情况下 也门之湖居然在也门这个地方执政33年不倒 不得不说确实厉害 所以在这一切的加持下 1990年代 也门之湖迎来了他人生中的巅峰 失去了苏联支持的南也门 就好像下坡路上的汽车踩了一脚油门 快速失响了深渊 统一没有遭遇太多阻碍 但是统一是有代价的 南美双方的军队依然独立 南美双方的矛盾和差异依然存在 南也门以迅尼派为主 而北也门是什叶派为主 意识形态就不用说了 所以没过多久 1994年 也门内战2.5资料片上线 不过由于南方军缺乏外界的支持 很快就战败了 毕竟这是也门 战争从来跟战场上的人无关 不过请大家忌妒这帮 战败后流亡的南方军事集团 他们还会回来的 而也门之户萨利赫也没有那么的完美 毕竟这里是也门 天降猛男的剧本是不存在的 萨利和范的错误从来不少 海湾战争中 他战队错误 搞得80万也门打工人 被沙特驱逐出境 也门经济损失惨重 毕竟跟咱们之前聊过的很多国家一样 外国汇款是也门收入的重要一环 而经济上 他的成绩也不过二 敛财功夫倒是一流 据说 他的家族拥有200亿美元的资产 这还是保守了 更有人说 他的财富高达600亿 好家伙 这简直是也门乾隆外加 也门和珅 要知道 2000年 也门一年的全国GDP 才96亿美元 萨利赫 绝对是 富克敌国的存在 不过 这一切都要不了他的命 能要他命的存在 在国外 以至于来 沙特拉伯对于出身 也门北部 什叶排体区的萨利赫 是不放心的 而2011年 阿拉伯之春的风头配合上 萨利赫糟糕的政绩 吹响了 也门之湖的丧钟 沙特的新代理 哈迪开始崛起 萨利赫 被迫下台 而在下台之前 萨利赫 平静过也门北部地区的一个 不浅的小型武装叛乱 并且 顺便击毙了一个名叫 侯赛因 胡赛的领袖 没有人能够想到 因为这个小小的胡赛 刚刚结束南北朝野门 将快速滑入 超级内战的深渊 野门版五代诗国 即将开幕 好的 我们这期视频呢 是先做这里 喜欢朋友可以三连支持一下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 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